这就是中国最美的火车站南京站 它是新中国第三代铁路客运站的代表 它以轻盈飘逸纯净的气质 点缀在六朝古都南京的山水之间 成为了江苏省乃至中国铁路史上标志性的建筑之一 今天跟着飞哥我们一同来看南京站 如果你从南京站下车 千万不要直接坐地铁离开 一定要记得从南广场出来 因为这里的风景啊不亚于一座公园 好刺眼 地面上为什么拨光淋淋的 原来是二楼宋站平台侧面玻璃它的反光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南京站的主体建筑 它背靠红杉面向玄武服 它完工于2005年 是在1968年南京老火车站的原址上修建的 战房设计采用了围杆斜拉索悬挂结构 18根围杆塔柱直刺天宫 每根围杆上还有4根斜拉索悬挂起钢结构的屋面 就像一艘竖起的桅杆拉满风帆的巨轮 停泊在美丽的玄武服盘 在南广场的正前方远远的我们就能看到一座巨型的雕塑 它叫做梦州 是中国雕塑院院长吴维山专门为南京清澳会创作的 很有意义 一定要记得在这里打卡开照哦 通过梦州啊我们就来到玄武服盘了 玄武湖 波光淋漓 烟波浩渺 远处的紫金山明城墙 还有南京城的天际县 市中心最高楼 紫峰大厦 南京山水成林的美景 尽收言笔 天气暖和的时候啊 坐在湖边吹吹风 非常的惬意 友情提醒 在湖边欣赏美景 千万别忘记了时间流连忘返 错过了回程的列车哦 谢谢大家